如果您是高等教育基金PTPTN的借贷者 是不是也以为无需偿还贷款呢 PTPTN公共咨询独立顾问小组主席 赛沙鲁丁揭露 借贷者最大的误解 就是以维希盟政府承诺废除PTPTN 并撤销借贷者的债务 而且如果真的废除PTPTN 私人领域提供的高利率高教贷款 恐怕会边缘化低收入家庭的学子 PTPTN公共咨询独立顾问小组主席 赛沙鲁丁今天发文告指出 当局在五个州署举办一系列的民众会议 收集了将近一万九千人的回馈后发现 借贷者有些误会 当局最常纠正的误解就是 希盟在竞选宣言中承诺废除PTPTN 因此借贷者无需偿还贷款 实际上希盟承诺的是 废除出入境黑名单 以及月收入低于四千令吉以下 可以延迟还贷 而希盟执政后随即取消了黑名单 至于延迟还贷 还有待内阁审视当局提成的民众反馈 但有一点必须纳入考量 由于百分之六十八的借贷者 月收入低于四千令吉 因此当局每年追讨的款项 可能下跌三分之一 只有九亿五千万令吉 此外当局的公共咨询文件也预计 如果一名毕业生的起薪为两千令吉 每年调薪百分之五 借贷者需要十五年的时间 才能达到四千令吉的门槛 塞沙鲁丁指出 因此目前问题在于 现在还贷或是三十多岁以后才还贷 至于不用还贷这种想法 是个疯狂的假设 另外塞沙鲁丁表示 民众可以建议废除PTPTN 但如果真的废除 意味着私人领域会纷纷提供高等教育贷款 目前PTPTN只征收百分之一的服务费 而商业贷款的利率更高 要求更严苛 可能会使低收入群体的学生被边缘化 不仅如此 如果撤销四百亿令吉的债务 只会增加政府的财务压力 N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